二月里 东北人孔德宝来到北京的一家武术学校准备挑几名队员跟他一起去练足球 你没听错 他准备在武术学校里面挑几名腿脚利索的小伙子去踢足球 去踢功夫足球 孔德宝的这支功夫足球队在去年就已经成立了 现在可只剩下三名队 其中有的人还要一边打工挣钱 一边继续练功夫足球 所以孔德宝急需补充新的人才 在孔德宝的电脑里还存着功夫足球队去年式的训练录像 孔德宝的功夫足球队可是请了专业的教练 但是这样的脚法如何进行实战 这是一个比中国足球队谁当主教练还要深奥的学问 几名武术学校队员试的是功夫足球队的脚法 是否加盟还没有决定 毫无疑问 您肯定想到了周星驰的那部电影《少林足球》 孔德宝的想法就是训练出有近似水平的一支球队 然后招上比赛 最好能出现在国家足球队比赛的中场休息时候 调节气 而且射门成功 以上 9 9 7 7 8 8 9